7月13日下午2点 由屌丝男士原版列马制作 大鹏指导并主演的2015报消息剧《煎饼侠》 在北京举行首映礼 导演兼主演大鹏 演员袁珊珊 柳妍 郭才杰等到场 并发布终极预告 我想要拍一部电影 拿去消费 危险 买工 导演你给我个机会 我还你个影帝啊 我们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是什么呀 煎饼侠 搜狐公司副总裁 搜狐视频VOO邓业女士 心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华毅先生 问答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 五周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宁先生 电影煎饼侠制片人等 悉数亮相 在首映李现场 由宋小宝 王小丽 乔珊 跟云鹏组成的男神组合 报笑上演 喜怒哀乐版《五环之歌》逗乐全场 啊 五环 怒 大鹏有魔术师邓南子大便活人登场 在随后的环节当中 三位女主演摆弄大方合影 柳妍更是直接坐地抱导演搭腿 作为煎饼侠身藏至今的最大彩蛋 由正义剑 陈小春 谢天华 林小峰组成的蛊惑在兄弟 也亮相手印里 他们也将以极其震撼和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在煎饼侠中精彩亮相 重出江湖 我以后绝不遂的皇后皇 万天不及我定我 舍自我的白鸾 最后我身上暗光的夜 搜狐视频 娱乐博报 整理个道 拿去消费 危险 买工 导演 你给我个机会 我还你个影帝啊 我们这个电影里面讲的是什么呀 煎饼侠 搜狐公司副总裁 搜狐视频 沸欧欧邓业女士 心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的环节当中 三位女主演摆弄大方合影 柳妍更是直接坐地抱导演搭腿 作为煎饼侠身藏至今的最大彩蛋 由郑一剑 陈小春 谢天华 林小峰组成的蛊惑的兄弟 也亮相手蜴里 他们也将以极其震撼 斗落全场 大鹏有魔术师邓南子大便活人登场 在公司董事长曹华毅先生 问答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 武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宁先生 电影《煎饼侠制片人》等 悉数亮相 在首映里现场 由宋小宝 王晓丽 乔珊 跟云鹏组成的男神组合 爆笑上演《喜怒哀乐版五幻之歌》 7月13日下午2点 由吊丝男士原版列马制作 大鹏指导并主演的2015爆笑喜剧《煎饼侠》 在北京举行首映里 导演兼主演大鹏 演员袁珊珊 柳妍 郭彩杰等到场 并发布终极预告 是想要拍一部电影